科学家发现了一只只吸食脂肪的水质 不需要节食和运动就能获得完美身材 本期里搁带了电影《鬼作秀之钻皮减肥虫》 近日有这么一家减肥公司推出了一种卷心的黑科技产品 名为潜肤千体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帮助所有的肥胖人士塑造完美身材 不仅无需运动 完全无痛 甚至还及时见效 号称是身材管理史上最大的突破 就在这天一个名为亨利的胖子收到了一封邮件 收邀成为了该技术的首批实验者 同他一起被邀请的还有许多男男女女 无一例外的是 他们全部都是肥胖人士 而负责这项技术的医生名为斯隆 在疗程开始前 他就先给众人送上了一些甜甜圈 大家虽然都馋得不行 但是却不敢轻易接过来吃 生怕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再次放弃减肥的念头 但斯隆却微笑表示你们尽管吃 因为用了我们公司的产品之后 你们再也不需要节食了 一个疗程下来 就可以获得近乎永久的完美身材 虽然听到这句话 但是众人还是往而缺步 毕竟现在市面上 自吹自擂的减肥公司可太多了 万一就是个智商税呢 不过亨利还是一脸无所谓的 接过了一个甜甜圈就吃了起来 惹得众人都对他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目光 自在这时斯隆打开了一块帘子 帘子后面是一个类似于缸的东西 里面有数十条黑影在游动 当亨利探着脑袋仔细端详里面时 一只无比丑陋的不知名生物 突然就撞到了玻璃上 吓得众人纷纷后退 斯隆表示 这就是他们这项技术的关键所在 他明确指出 这种生物是高级形态的水质 它们和普通水质的一个主要区别 便在于水质吸血 它们只吸脂肪 而且它们还能在 接触到人类皮肤的一瞬间 分泌出一种液体 彻底麻痹人的皮肤 从而做到完全无痛的吞食人体脂肪 说到这时 斯隆还不忘提一嘴 现在这个时代靠运动和节食减肥 已经太落伍了 众人听完斯隆的话 纷纷一改先前的态度 迫不及待地掏钱 想要马上开始接受治疗 但人群中 还是唯独有个另类 那就是亨利 他依然显得格格不入 并表示自己永远不可能 把这种奇怪的玩意儿 放在自己身上的 任凭斯隆怎么推销 他也无动于衷 两周后 亨利正在路边享受着美食时 一个高挑性感的美女 忽然找上了他 他是两周前 和亨利一起受邀 去参加首批实验者活动的 其中一人 美威凯利 亨利还记得他 可明明两周前 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胖子 怎么现如今 就变成一个大美女了呢 凯利微微一笑 表示当时自己又接受了疗程 还果真如那位斯隆医生所说 不仅及时见笑 还一定点疼痛都没有 减肥成功后 他甚至还成为了 那家公司的代言模特 亨利听得那是一脸的不敢去信啊 他先前对此嗤之以鼻的态度 在此刻看到凯利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之后 他将会在明天参加一场直播秀节目 他还顺便邀请了亨利来当个志愿者 让全国观众看看他 将如何在短时间内 做到由胖之寿的转变 由于了半天 亨利最终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亨利如约来到了直播间 一起受邀前来的嘉宾 还有斯隆医生 在这场压轴节目开始前 主持人率先播报了一则 轰动全国的消息 在今天 美国将会出现一场 百年难遇的大行日全时 节目组还特别请来了一位专家 为大家做科普 专家表示 在日食期间 地球上的所有动物们 都会出现一些暴躁的症状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异常的行为 是因为这种大型日食 会引起磁场起伏 从而拨弄起小动物们的情绪 听完后 主持人为了掩饰 听不懂的尴尬 只能让斯隆医生 先一步登台 讲解自己公司 新推出的减肥技术的奥秘 他一上台 就向观众们 揭开了西枝生物的面纱 正当他还在讲解 这种生物是如何吸食人的去防时 突然凯莉的眼睛感觉到了一阵剧痛 紧接着一只可怕的物种 便从他的眼珠里钻了出来 随着黑色的血液轻盘而出 没过两秒 他就当场暴毙 在倒下一瞬间 他的身体还爆出了 无数只不明生物 吓得在场的所有人纷纷逃走 与此同时 随着日食的开始 其他一些接受过西枝的人 也都爆发出了 类似凯莉的症状 在一瞬间 现场就变得羞辱模糊 堪比人间地狱 斯隆见状 赶紧用自己的身体 将摄影机遮住 妄图掩盖掉所有的罪证 亨利见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顷刻之间就联想到了什么 他十分清楚 这一切都是斯隆搞出来的鬼 于是他将斯隆逼到了 一个小角落里 逼迫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无奈之下 斯隆只能道出了实情 他表示自己压根就不知道 那种吸之水质 居然会在人体里面 留下卵蛋 他们的团队 曾经做了一遍又遍的测试 模拟了各种 能想象到的情况 安全系数非常之高 但却唯独遗漏了 日食会使生物产生 异常行为的情况 所以才会导致 出现了今天的这一局面 他表示自己也非常的无奈 不仅害了别人 他自己也可能会死 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 重达300磅的胖子 自己也曾经接受过这项疗程 亨利看着他欲酷累的样子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因为哪怕他现在说的再多 到头来也只是作茧自负 最终随着卵蛋在体内爆发 斯隆也当场毙命了 爆出的血浆还喷溅了亨利一脸 当他冷静下来后 从容不迫地咬了一口食物 至此他将会更加坚定 自己的人生信条 不吃饱饭 哪有利息减肥呢 商人为力仕途也好 路人急功近利也罢 说到底 世界上还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正因为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正因为有市场才会有智商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无数商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会大肆在市面上推广 各种神乎其神的减肥产品 但用完后不是无效之日反弹 甚至还把自己身体拖垮了 却依旧还是有人乐此不疲的沉浸其中 当顿务时 几千几万块钱早已经打了水漂 这种盲目的寻求 终难捷径的做法 有什么意义呢 倒不如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用那些钱买台跑步机 半张健身卡来得实在 以其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倒不如依赖自己 成就自己的光辉人生 那么今天到这老五水利哥 远作灯展 照亮你心 明镜需要您的您的支持